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百公百业 也引发了口罩的乱象 国民党花莲宪议会党团16号上午召开了记者会 呼吁政府发现金卡洗载 要口罩免排队 花莲宪议会国民党团1月16号召开记者会 全体党员最高呼 纾困发现金防疫要口罩口号 呼吁中央民进党政府要悬崖热马 不要为了面子坚持错误的政策方向 赶紧研议具体全面发放现金政策 才能够让企业与民众度过这个阶段的难关 而多数民众都认为发现金 才能让国人直接的受贿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民意 政府也指出 目前台湾口罩的日产量已达1320万片 呼吁国人不必担心 但是目前台湾民众排队购买口罩的情况 仍然未消停 更有许多老人 人需一大早排队买口罩 我们支持也认同政府的口罩外交政策 但是至少民众一天要有一片口罩 现任谢国荣 田一新高晓成表示 很多长辈还得辛苦出门排队领口罩 中央政府却大笔捐给外国 只有蔡英文艺人获得名声 中央要真正为百姓来考量 蔡主席的时候 就说一定要花现金 然后现在当了蔡总统了以后 就不花现金 比如啊 人家说的 做产的 化粿产 所以今天我们开这个记者会 希望啊 中央党部啊 要明确的知道说 老百姓的需求在哪里 让我们所有的 啊 两千三百万的老百姓啊 人安居乐业 像这次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疫情了以后 所有的 老百姓的收入减少了 希望说 我们中央要知道 老百姓的辛苦 希望把这个 啊 这个花放现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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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不是 改为消费件来处理 买口罩 还要走大概八公里左右 去八公里左右 还不一定买得到 所以希望政府能够 这个开放 在部落的卫生室 或者是村办公处 都可以买得到 不用再到镇上去买了 好远真的好远 还不一定买得到 我们中央也好 我们县府也好 一定要重视天乡的 好不好 原住民前几天 乡民就打架 要给我说 和平 才三十份 我请问你 那些买不到口罩的人 怎么办呢 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也不方便 要去游解也不方便 我希望我们县府 一定要针对偏乡 希望我们县府 能够重视偏乡 好不好 欢迎县议会 议长张军表示 大家提出发现金 送口罩 旧台湾 很快就形成共识 这点要答应的肯定 也希望中央能够 重视地方的心声 共同来度过这疫情的难关 要口罩不要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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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现金交实在 花现金交实在 要口罩不排队 要口罩不排队 花现金卡实在 花现金卡实在 记得继续 欢迎欢迎收到 欢迎收到 心愿者